中秋廉价到来,很多人准备出游,原本以为早早出发能避开交通高峰时段,没想到10月1日大清早就堵车。根据高工局资讯,京城60多国道1号平镇系统到幼师,幼师到杨梅,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就呈现子报。 10速不到20公里,就像大型停车场一样。10星向下三角高工局预估。今天国道可能会有6主路段拥塞。分别是国一南向杨梅新竹系统,彰化系统浦岩系统,北向原山大华系统,国三南向三英关西,乌日雾峰,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平临等路段。 建议南向路人最好下午时段出发。10星向下三角中秋节当天。高工局的交通疏导措施如下。 1,高城在管制,上午6点至中午12点。 国以内胡志头粪,韩高大提顶,环北级机场系统,及国三木大至香山等路段之各交流到南向路口,国五南港系统南向路口高城在管制。 2,扎到封闭,国一平振系统,浦岩系统南下入口全天封闭,零点到中午12点封闭,国五十定,平临南向入口。 3,收费措施,下期间采单一费率,国三新竹系统至燕潮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。 4,其余措施,零点至凌晨五点暂停收费,开放路间,扎到一空等。 原本开开心心出游,结果遇到塞车,心情该变得多差。 大家出行时记得避开一拥色路段及时段。 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也是不错的选择贴的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